嗨,我是大悦 2024年的第一季 1到3月份 我们整体的运势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今天就帮大家准备ABCD四副牌组 选好之后就一起来看看 这四组各代表的什么含义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A组牌卡 你的整体展现是什么呢? 好,我们看到了舞曲跟贪狼 舞贪的正位 加上灵星的正位 基本上舞曲它就是一个一步一脚印的状态 所以你在第一季 你会有很多的想法 因为有贪狼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作为 而且人际关系也不错 在你的脑袋想的当中 同时你也会一步一脚印的去实践 你在这三个月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交的朋友 想要学习的方面 那因为有颗灵星 所以你是会做好计划的哟 那么这是你的整体展现 那么实际上你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抽到了天际的倒牌 加上空姐的正位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因为天际倒牌了 你的整体展现不错 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想要有一些变化的状态 会不会觉得自己思虑不够呢? 想的不够多 拼命的想呢? 或许会有一点 好好的做计划 好好的去执行就好了 因为旁边加入个空姐 所以或许会让你这个很想要想的这个环境产生不出来 没关系 一步一脚印 好好的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财运的部分 我们抽到的是天象的正位 还有化科的正位 天象它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新药 所以看起来呢 不管你是要花钱 还是要投资 还是要理财 都会是跟人际方面相关的哟 基本上遇到化科 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也就是说 你的财运的部分 花钱是省不了的 一定会遇到 只是说钱花在哪里 是交际呢? 还是学习? 还是投资? 先做好准备 你会花到一些钱哦 那么在运气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了 您抽到的是破均的正位 还有天象的倒牌 破均呢 它是一个属于破号的新药 它会让你脑袋里面 很冲动的想做什么事情而去做 但是又搭配了天象的倒牌 所以在你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呢 你还是会有一些怪怪的 不对啊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状态 它不是很明显 但是会让你遇到 你就觉得好像造成什么样的破号 所以你会觉得你的运气 似乎不是太好 但是情方心 它只是小小的一个感觉 其实它不会造成你很严重的状况 只要你的灵星哦 你脑袋的计划好好地想 这一些的破坏或损失 其实就是一个你突破自我展现的时候哦 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工作状况 工作运 紫威天象的正位 化际的倒牌哦 你在工作上的展现是一个很不错的情形 因为当你紫威正位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算是有能力 有团队 有人帮的一个情形 再加上天象是人际关系的信仰 所以基本上你的整体展现算是不错的 加上化际的倒牌呢 因为你觉得有空缺 我觉得在工作这件事情上面 可能应该可以展现得更好 所以好好发挥你的人际力量 让你的工作可以如鱼得水哦 再来我们看一下感情运势的部分 好感情呢 抽到了连针的逆位 还有化犬的逆位哦 那么当化犬出现在这个感情相关部分的时候呢 表示我想要好好的掌控我的感情嘛 只是因为逆位表示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好 而在你的第一季呢 感情的部分 你可能有一点点的想看 感情方面想要突破自己 跟做一些平常你没有太敢去 触及在你框架外的事情 你想要掌握 可是却没有好好掌握的情形之下 对感情来说是有些危险哦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好好的发展 你跟另外一半的关系 你想要好好的掌控的话 其实我觉得做一些突破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你以往都只带他去岛内旅游 换个方式嘛 带他出国去旅游 这样也是不错的 突破一下框架 有时候也是一些帮助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状况 叫做长生的正位 好 基本上呢 你一到三月的整体展现 都应该是可以如玉琦般的 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好的情形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选B牌组的朋友 你的整体展现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连针天府的逆位加上画路的正位 连针它是一个公关比较人际方面的星耀哦 旁边跟着天府呢 对于连针的双星组合来说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展现哦 你的整体的人缘啊 你的交际手腕啊 其实都是应该不错的 只是说在第一季 你或许没有把你原本的能力给发挥出来哦 但是虽然你没有办法完整的发挥呢 你还是因为你原本的个性 让你在这一些的过程当中 有得到属于你觉得还不错的状态哦 所以不用担心 那么来看一下 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样子的情形呢 有一些急迫 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做点什么事情 有一些冲动哦 因为我们抽到了空弓加上火星 那火星是一个热情的状态 一个冲动的状态 或许是因为你的这一份冲动 没办法让你能够好好的展现出 你原本应该要有的能力 但是没关系 你就把你的热情好好的发挥到极致哦 所以你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方式 获得多一点的缘分啊 或者是多一些些的好处呢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你的财运的部分 我们抽到了天机太阴的倒牌 还有温曲的正位哦 在天机跟太阴倒牌的情形底下呢 因为旁边还兜了一个温曲的正位 你的感性程度太过了 所以还是会建议呢 在理财跟投资的部分 千万不要太冲动哦 不要仗着自己的脑袋是很清楚的 有时候你的思虑会太过 有一些些的投机的部分 还是不要碰以稳健的这一些投资方式 对你来说 至少在这前面的三个月 是比较有保障的哦 那么花钱就知道 这是很感性的花钱哦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运气的部分哦 我们抽到的是 舞曲的倒牌跟文昌的正牌 那么当舞曲倒牌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你的精神灵魂呢 可能会这个时候想要改变以往 你原本应该要有的规则 但是你想要改变的时候呢 你有个文昌的正位 你还是有一些毛 有一些规矩想要去做 所以你就卡在想改 又要规则 在这中间再拉策哦 这样子对你的运气来说 或许没有太大的帮助 建议你还是维持原本该有的规则 就照着你原本既定的SOP来做就好哦 对你来说这个运气可能会稍微持平一些些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工作运的状况 在工作的部分 我们抽到的是舞曲天象的倒牌 跟天魁的倒牌 你在工作的部分呢 或许你在这个时候 你也想要改变一下自己以往的状态哦 以往你就是一步一脚印好好的工作 但是因为倒牌了 你可能增加了一些灵活的想法 那么舞曲旁边又有个天象人际关系的星要在 你在工作的整体展现是还不错了 只是在倒牌的情形 你没有办法发挥像以往这样子的状态 或许你花一点点钱 跟同事打好关系 对你来说在工作上面 会有一些些的帮助哦 因为有个天魁心在旁边哦 或许你的工作同事之间 还是有贵人可以帮着你 只是说你可能需要把你的这个贵人给找出来了哦 我们来看一下感情的部分 我们抽到的是七萨的倒牌 跟情仰的正位哦 在感情的这一件事情上面 一样我们分两个状况来看 如果你是在没有对象的情形底下 你这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太想要找对象 七萨的倒牌呢 表示你原本设定的目标或许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偏移哦 建议把你的重心先放工作上吧 这三个月就先放宽心哦 但是如果你是有对象的情形底下呢 好好沟通会是你这一季 比较重要需要做的事情哦 不然你跟对方之间可能难免会有冲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运势抽到的长生的正位 也就是说刚刚所帮大家看的这前一季三个月的整体状况呢 基本上呢 他就是会一直这样子持续的进行 看起来你这三个月呢 花钱是难免沟通 也需要整体对你来说比较会有帮助哦 接着是我们的西牌组 我们抽到的是什么呢 天机天亮的倒牌 加上左腹的正位 哦这三个月你就是大家的贵人哦 应该你的行动力会突然间起来哦 天机天亮的倒牌呢 基本上就是想法很多的状况 正常来说想法很多不太会有行为哦 但是在这第一季前三个月 你动起来咯 你会很想要帮忙大家很多的事情呢 算是一个跟以往比较起来 比较有行动力的三个月哦 那么实际上心里在想什么呢 天同巨门的倒牌 还有阴煞的正位 嗯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是吗 很多的事情不太确定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你可能要好好的去挖掘 想一下你这个不确定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哪里 是别人造成的还是你自己造成 有时候真的只是自己这个脑袋在想的哦 因为你的不安全感总觉得旁边有小人的出现哦 这是内心情形 内心的想法 而造成你有这些不安全感的情形 但是基本上你即使不安全感 我觉得你还是会愿意的去帮忙大家哦 怎么样去调整你这个内心的状态 增加一些些自己的自信 或许是还不错的呢 运用自己的智慧 帮自己多增加一些信心 多帮忙别人 或许你可以比较不会有这样子 一生一归的想法产生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财运的部分 七萨的倒牌 红乱天玺呢 在倒牌的时候我们当作是红乱星哦 那么七萨的倒牌加红乱的正位 在财博工的话呢 基本上你原本应该会有一些很坚持的情形哦 那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多了一些些的你的人员的部分哦 或许好好地增加你的这些人际关系 让他们来帮忙 或者是你互相沟通 提醒你一下 你这个坚持的地方 目标是不是有设定错误来帮着你哦 不然呢 你如果还是照着自己的很坚持的状况想法下去 对你的花钱或理财不是件太大的帮助哦 听听朋友告诉你什么哦 你的好人员会带给你好的意见哦 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运势的状况 连针破均的倒牌加上陆存的倒牌 在这三个月呢 虽然想把很多尽量要做台面上的事情哦 有一些想要破坏遗忘你框架的事情 台面底下的事情就建议先不要做了吧 不然有可能你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总是做坏事就被发现哦 过年的期间就先不要打牌了吧 因为这个运气或许不是太好哦 好工作运的部分 天真天向的正位加上天行的倒牌 在工作职场上面呢 其实你的人际关系很好哦 不管是作业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交际方面 其实都维持的不错的状态 只是说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天外飞来一笔 总是得要去处理 但是它不至于造成你太大的状况 工作整体的展现 会有好的不错的人际关系 好那这感情的部分呢 我们抽到了天良的正位加上空节的正位哦 如果说你是没有感情对象的情形底下呢 建议你去拜拜好了哦 去拜个月了 求个神明 看能不能帮你带来好姻缘 那么如果你是在有感情对象的情形底下呢 基本上好好的奉献一下 好好的关心 当个成熟的人 照顾对方 当然如果你是女孩子呢 或许你的另外一半 在这第一季会对你付出很多的关心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状况 12场生抽到的是养的倒牌哦 那养叫做培养的意思哦 12呢我们大概也就是看在这三个月的状况 你比较不喜欢的这一些情形 比如说不好的运气啦 这个一生一鬼的状况 它会渐渐的让你感觉这些情况会消失 哦所以不用担心 如果你有觉得遇到你不舒服的情形 或是运气不太好的地方 轻松的看待它 这三个月过了就好了哟 接着我们来看第一排组 首先整体的状况 紫威贪狼加上空姐 哦两张都是正位 紫威贪狼呢整体的展现 基本上你的第一季算是还不错啦 因为你有个紫威的地位嘛 紫威当正位的时候呢 不管是旁边你需要的帮忙啊 你的位置啊 别人对你的尊重都是有的 那再加上贪狼有很多的想法 正常来说这个紫威贪狼的正位 你的整体展现 整体的感受性都还不错 哦只是因为你加上了空姐的正位 或许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底下 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发挥出来 但是你的条件是存在的哟 哦是个还蛮吸引人的 不错的一个状态 那么你的内心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紫威破均的正位 还有红软心哦 这个两个组合呢 紫威破均呢 有没有跟你原本的紫威的状态 也是一样的 虽然刚刚说你可能你身边的环境 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发挥 但是其实你骨子里 就是一个值得让人家尊敬的一个状态哦 而且你有很多的想法 你也有很好的人员 基本上你就冲了你就去好好拓展 不管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要交往的人际面向 你想要从事的什么样子的事情 你就去做吧 你的好人员会来帮你一把呢 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财务的部分 好天机聚门的正位 右臂的正位 天机心聚门心 其实这都是算是博学的心要 那么天机呢 它又加上了数理能力还不错的情形 所以当天机聚门在你的财务工的时候 基本上呢 你在花钱投资理财 你都比较会深思熟虑一下 会好好的想一下 运用你原本有的数理能力来做这些行为 是不错的 那再加上右臂是有一个桃花的人员 一个贵人的帮忙 或许如果你在这个部分 你在理财的部分 有需要协助 有需要一些理财专员提供你好的不错的意见 都可以找得到这样子的人哦 在运气的部分呢 我们抽到了天相正位 还有化际的逆位 整体的运气来说呢 其实基本上还是不错 只要你能够掌握住你的人际面向 看起来呢 你这第一季的人际关系 人缘是不错的哦 好好发挥你的这个好运气 你的好人缘跟你的好朋友 通常都会带给你很好的 很不错的这些管道或idea 只要你的心里面 不要一直觉得不够 一直在求 基本上他们是会渐渐就靠近你的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工作的部分呢 工作的展现叫无取贪狼的正位 加上天行的逆位 那么无取贪狼呢 一样你在工作的部分你也很务实 愿意运用你的好的人际关系 但却又一步一脚印的去执行 工作运势的面向这是不错的 那么天行的逆位就是会有突然间 生来一笔的状况 也就是说你在工作的部分 或许你突然间临时接到什么指令 或者是哎呀突然间有出现鸟事 这些都不是大事 你只要处理掉就没事了 不会太过影响 整体的工作运势来说是很不错的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感情的部分 是空公再加上着服 如果说你是没有感情对象的情形呢 心里面会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像是贵人一样 可以帮着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至于能不能找得到呢 或许你好好运用你的好人员 看看能不能帮你介绍一些不错的对象给你哦 如果你已经是有对象的情形呢 请你好好当着这个贵人帮您的另外一半哦 当然他也是会这样子的对待你哦 不然小心会出现其他这个别人的贵人哦 那整体的情形来看一下 绝的正位 基本上呢你整个第一季就会是刚刚所形容的状态 一直维持在这样子的情形 那么四五六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 就看你在第一季整体的展现能不能把它调整到最好 记得好好运用你的好人员帮自己带来好运气跟好桃花哟 以上就是ABCD师傅牌组 不管你选择到了什么样子的运势状况 根据这一些的迹象 好好的调整自己的步调 希望大家都能够帮自己带来很不错的运气了哦 感谢观看